1972年12月11日,美国阿波罗17号在月球表面着陆,这是人类最后一次在任登月。 2019年1月3日,中国长俄4号探测起,在月球背面成功软着陆,这也是人类第一次实现背面软着陆。 40多年过去,美国的登月领域几乎在无进展,而中国却趁此机会,在近20年中取得迅猛发展,不出意外,在2030年左右,中国第一次在任登月便能成功实现。 为什么美国放弃了登月,而中国却借而不舍,甚至报以后望,一切都要40多年前的那场冷战说起。 世界第一张近距离拍摄月被影像图,美国为何放弃登月? 1960年,美国总统肯尼迪气势汹汹地说,我们很快就会将美国人送上月球还要送回来。 然而,泰美的承诺因为太年轻,肯尼迪绝对想不到,为了实现他的诺言,美国人花了足足9年时间,收了将近2000亿美元。 今天的美元,1973年的美元是240多亿,而在同时期,苏联登月计划总投资也只有48亿美金。 要知道当时全中国的JDP连800亿美元的门槛都没跨过,这就跟咱们走路还走不利索,人家就开始长翅膀飞一个道理。 当然,这还不算什么,人家除了登月之外,还有什么土星5号系列火箭,水星金星火星太阳系探索系列。 而更花钱的航线飞机计划,又是一个2000多亿美元,打一发就是亿美元,你怕不怕。 那么问题来了,既然美国当年烧不起,平常中国今天烧得起了? 原因主要是两个,一是探月工程的成本降低了。 正所谓第一个吃螃蟹的人,都难免受不小的伤。 美苏两国作为探月领域的先行者,自然要吃不少的亏。 据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吴伟员介绍,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,美苏两国在月球探测上的成功率,仅为40%,换言之十次只有四次成功,这其中后去的金钱成本和时间成本可向而知。 而中国则细取了钱人的教训,自长额一号以来,咱们三次发设都取得圆满成功,成功率百分之一百,这就为咱们节约了大量的时间和金钱成本。 另外,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,今天的航线技术水平,早就不是40多年前能相比,光是计算机仿真模拟这一项,就为我们节约了数千万美元的成本。 连吴总师都表示,中国探月工程前期投入,只相当于北京两公里地铁,嫦娥四号月球车,二是探月工程,是中国航天技术试验场。 中国作为航天领域的后发国家,最好的方法就是跟着钱人的路子走,先搞定探月,慢慢积累技术经验,最后再用新技术摆武其他领域。 比如当年的美国搞探月工程的同时,顺手就把卫星技术突破,还一连发射了144颗卫星,而这些卫星干嘛呢? 赵情报啊,当年美国国会询问航天工程的进展,美国军方直接给国会扔出下面的张图并附上了一句话,这一颗卫星取得的信息,超过了过去几十年有二侦察机对苏联合中国侦察情报的总和。 直到这十年来,中国到底发了多少颗卫星,至少一百颗以上。可想而知,这上面又会有什么黑科技呢? 另外,航天技术的突破,还会带动航空领域的跨越式发展,比如当年美国的比尔引擎轰炸机背后,参与制造的洛克希德公司,恰好就是负责探月工程的核心参与者。 中国在月球被命降落的意义在哪里?参与工程能带来什么好处? 随着中国航天实力的提升,之前不怎么瞧得上中国航天的玩家,现在是希望中国带他们玩了。 别看嫦娥四号个子不大,招待的国际选手可是不少。 德国的月表中子极富射探测器,瑞典的中兴原子探测仪,却乔中级卫星上还有中国与荷兰联合研发的低频射点探测仪。 这些发达国家,恨不得把自己鼓倒了好些年的尖端仪器,统统塞进中国的探测器。 似乎一点都不怕中国那招,瞧一眼就怀孕的绝地了。 怕也没什么用,因为世界上有能力独立上月球的,就只有中美俄三个国家。 跟美国一起玩太贵了,俄罗斯又不愿意带着他们玩。 于是乎,他们只好跟着中国混了。 既然是这样,那么西方各国用自己的黑科技交给学费,也是相当合理的吗? 达泽自古以来,因为是我们自己的项目,所以想试验什么就试验什么。 甚至,连种菜的项目都可以搬上月球。 这次的探测器里面,搭塞了一个由中国尔巴索大学共同研制的容器, 里面中伤土豆和米兰间,还弄几条残在里面养,妥妥一个月球迷你生态圈, 可不再和月明微型生态圈出样间。 再过几个月,大家兴许能看到,中国人在月球表面,培育出了第一朵花。 牛逼吧,更牛逼的是土豆还可以作为人类太空生存的食物来源, 什么星际航行,什么月球九段线啊,十五段线啊,说不定已经安排上了。 有人可能觉得,把钱砸在这些虚无缥缈的探测上,没有多大现实意义。 六百年前,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舰队,后来却因现实意义放弃了海洋。 结果我们今天在南海顶着别人唾貌造岛,捡别人的二手货造航母,只被交上晚了几百年的作业。 一百多年前,汽车行驶在中国的土地上,但慈禧不能忍受司机坐在它前面, 这些奇迹因巧没有现实意义,我们又错过了陆地。 现在中国的汽车市场被国外残食,民族汽车工业被摧残得不成样子,直到一百多年后,还未曾赶上。 八十多年前,国民政府就打算发展空军,蒋夫人却觉得,军费放在银行吃利息,才有现实意义。 结果战士一起,被日晚空军打得趴在地上不成样子。 关于为什么去月球,嫦娥系列月球探测器总指挥业培建院士,在一个采访中是这么说的。 去月球干嘛? 现在不去,以后怎么说自古以来? 虽然月球已经被美苏登录过很多次了,还被美国老的三人探测器插了棋子,但本质上还是款无主之地。 特别是月球被灭,只要咱们能早早地在上面站门脚,我们的后代才能底气十足地说出那句自古以来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别忘了挨赞哦。 或不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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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 dimin да